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三千五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可是呢 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指导和应用 而且呢 我们常常在生活之中会有一些选择 有一些决断 一些判断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哦 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的传统习惯 还是我们的从圣经来的原则呢 而且现在呢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或者是面对一些议题 比如说同性恋 婚姻合法化 比如说在学校中会提倡一些 孩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 甚至一些经济的霸权啊 还有一些环保啊 甚至是好多好多的议题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 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所依据的那个原则是什么 摩西在《生命记》中 它其实给我们许多这种原则 可以指导我们今天生活之中的 生活的一些细节 可以使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判断 我想用分两部分和弟兄姐妹们交通 第一部分就是《生命记》第一章的一到五节 是个序言的部分 大体地介绍一下 《生命记》的概况吧 一个序言 第二部分呢 就是《生命记》一章的六到八节 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 《得地为业》这样一些分享 好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都是你的恩典 在一次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将这一段时间 就分别为圣归给你 主啊 谢谢你一路的看顾和保守 谢谢你 主啊 给我们许多话语 你曾经借着摩西的口 问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像你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心地服侍他 而今天我们的主 也今天来问我们 说Rothway教会啊 耶和华像你要的是什么 就是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心地服侍他 主啊 我们把今天的聚集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 求你带领着我们 越过人的软弱 主啊 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也求你祝福今天英文堂的聚会 主啊 我们把今天各样的聚集 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你来感动我们的心 谢谢主 大高峰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这个《生命记》差不多就是 有几个主题吧 它说 它是信徒生活的这么一个指导 而且呢是对上帝律法的一个解释 它并不是一个律法书 是一个解释 应用 所以它充满的是警戒 劝勉 还有教导 《生命记》也是一部历史 回顾历史 警戒后人 《生命记》也是摩西当时 这个临别的一个讲道 当时摩西就带领着新一代以色列人 来到这个迦南地前 他回顾历史 就展望将来 重申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诫命 大部分 大家都基本上是按照这么一个顺序 第一部分是前沿一章一到五节 历史序言 约的条款 主要就是五章二十六节 五章到二十六章 最后是祝福和咒诅 最后就是约的延续 分这么五大部分 一个大纲在这 它就是一上来之后 它所讲的就是这一段 就是《生命记》一档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读 好吧 以下所记得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书福对面的亚拉巴 就是巴兰 陀佛 拉班 哈喜路 底撒哈中间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从和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 有十一天的路程 出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日 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都小遇他们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 驻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洪 和驻以得来亚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 讲律法 这是一个序言 他一上来介绍的是摩西 就是他这本《生命记》的作者 从第一章一到五节中 有三段一 三 五 这三节分别就说明了 摩西的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演讲者 同时也是个写作者 第一节就是说 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一上来就说明他是一个演讲者 也是他的一个写作者 那么第三节呢 就是摩西照耶和华 他是基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他是上帝的一个传道者 传达上帝的话 那么第五节呢 摩西讲律法 他讲的内容就是 上帝的律法的讲解和解释 所以在后人为了明白 让我们明白这卷书的一些内容 做了一些编辑和补充 就是像摩西最后一章 摩西去世之后的一些内容的介绍 但是他的主要的内容 还是来源于摩西的 这三次的一个讲道 当时来到约旦河 面对着这个约旦河 对面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他就回顾历史三个部分 第二呢就展望将来 第三就是更新立约 三次讲道的一个主体 就构成了生命纪的 这样一个主要的内容 所以当摩西来到 带着以色列人来到 约旦河东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他所面对的这一群人 是新一代在旷野中成长起来的 以色列人 上一代人已经在旷野中 全部倒闭在那个地方 就是因着他们的不信 带到约旦河东的这一些人 是在旷野中 经过旷野的西里 是一群新的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就是常常地抱怨 常常地就是动不动 就要回埃及 但是这是一群 在旷野中刚刚成长起来的 并且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战事 他们要进到这样一个应许之内 去得着这块地 成为他们永恒的产业 并且这块地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 所以摩西就带着他们 来到这个地的边的时候 却正是他的使命结束的时候 就是他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 他不得不为了新的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有一个交代 他进去之后 他们将来会怎么样 于是他就回顾以前的历史 同时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指导 那摩西一生了四十年 不到一百二十年 有三个四十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第一个四十年 就是他是王子 在埃及 上帝借着这样一个时间来准备他 他当时可以说是 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 那么在当时接受的最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有这样一个 非常平和的日子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其实是应该利用我们现有的时间 还有我们的环境 好好地装备我们自己 就不要蹉跎这个时光 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做准备以备主用 不知道哪一天 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 所以第二个四十年 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 就是杀人 他就跑了 那在旷野中的四十年 是个破碎的四十年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他并没有说 我已经堕落到这样 来到这样一个境地之中 他就怨天尤人 没有 没有 他就在这样的地方 在上帝的破碎之中 又过了四十年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所以不要被一些残酷的打击 包括我们生命之中的一些不幸 把我们变成一个苦毒怨恨的人 而且我们是要勇敢地面对 生命中的一些残缺 也许就是上帝祝福的一个通道 那么最后的一个四十年 就是上帝准备它 用前两个四十年来准备它 这四十年 兢兢业业 尽心尽力地服侍上帝 所以神对他的评价 包括圣经中的评价 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超过世上众人 而且我们的神 也对他的评价也是说 他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间 向他们说话 在梦中与他们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所以摩西一生 尽管有遗憾 他最后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 他就是没有进去 摩西当时在迦南地的时候 他求神 他说主啊 你是没有神像你一样 你看你是这么的伟大 就求你让我进去 我哪怕进去看一眼就行 神说不行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当时 摩西这是一生的一个遗憾 但是呢 他却借了这样一个机会 勉励鼓励了这一个新以色列人 让他们进去之后 可以遵循上帝的律法 如果你们进去这个应许之地 不遵守律法 你们的结局也会像迦南人一样 也会有一天会被赶出去的 所以他在后面就带出了 祝福和咒诅 你们要 他呼天唤地地警告 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选择祝福和生命 你们不要去选择 那个咒诅和死亡 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 就是在以下所记 就是摩西 在约旦河东旷野这个地方 也是《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一节 和弟兄姐妹看一下 大体的路线图 不是很准确 因为已经这么久了 但是这是大家传统上认可的一个 这是西乃半岛的一个卫星图 一个V形的形状 右面这个 东面的这个弯叫阿卡帕弯 左侧这个弯就是苏伊士弯 一直往上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上去之后 就是苏伊士运河 非常有名的苏伊士运河 左边这一片就是埃及了 那么他们出埃及之后的路线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现在停的这个位置 就是西南半岛 我们所说的 这个西乃山 上帝在这个地方 给他们颁布律法 给他们实践 同时呢也发生一些事 金牛毒事件 摩西的三次带倒 都发生在这个位置 然后他就继续往上走 这个地方就是第二节所说的 说过了 这个经过西尔山 离了这个河列山 到这个地方 十一天的路 就是从圆圈到这儿 十一天 他们到这个地方停下来 派出十二个探子 进去探迦南地 结果呢 带回来之后是 十个人是好消息 十个人是坏消息 只有两个人说 哇那是上帝 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 我们要继续得那个地 但是十个人 确实抱怨 说呀上帝 带我们来到这个旷野中 是为了害我们呢 他们自己在后面抱怨 以至于上帝震动 所以这个世代的人 都不能进去 所以只有迦勒和约瑟亚 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之中 所以他们后来就转回 这一段 一直到后面的这一段 用了三十八年 接近四十年的实验 就在旷野中 不停地转转转转 所以这个最后停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们面对着耶利哥城 在约旦河东 他们所要停下 也是生命迹所发生的这个地方 这是大体的这么一个图 这个能够比较清楚一下 在埃及地左边 这一片是埃及 然后一直过来之后 这是西南半岛 然后上来之后加里斯巴尼亚 加里斯巴尼亚之后 就是探子那件事 然后再往下走 再回去 基本上的事情就发生在这周围吧 这个图会比较清楚 我挺喜欢的 可能是有点小 我大体跟大家说一说 这就是整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地势 从左边这个大海这个地方 就是地中海 往右走 就是菲律式平原 我们刚刚说的菲律式人 菲律式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海边 这一块 约帕 特拉维夫现在的名字 应该是这周围吧 不太确定 那么往右走 一直到这儿 就是一个大的山脉 在这个海峰 湿润的海峰 经过这个平原之后 到了这一个山地之后 就形成一个极大的降雨 差不多800米左右一个山脉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常常是菲律式人和 以色列人争战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历史书中 常常看到说 大卫 扫罗王 常常和菲律式人的争战 差不多都发生在这个区域 因为这周围物产丰富 他们来也就是为了争夺这一块地方 来攻击以色列人 那个故事都发生在这周围 西伯伦在这儿 伯利恒在这儿 所以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在生命纪的时候 还没有提到 橄榄山 这个高度就是800多米了 再一直往上 我们常常熟悉的名字 伯特利 施罗 这就是犹大地南面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以色列地 这里撒玛利亚 一直往上走到这儿 有一个黑门山 这个的山高 已经到了2000多米了 中年积雪 左侧就是尼巴嫩 所以我们常说 尼巴嫩的香柏木 都是这个位置 从这儿 这样高呢 常年积雪 它的水就形成了 这一个约旦河 整个的这一条约旦河 这个就是伯利利湖 往下走的这条约旦河 进到了沿海 就是四海 因为它的到这儿 已经是进入了 海平面以下的400米 它的水 没有办法流到别的地方 因为它很低嘛 所以就只能日光的蒸发 沿度非常高 差不多30% 我们的海是3% 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生长的 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 已知的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城市吧 应该是 海平面以下400米 而事情的发生 生命纪 基本上讲述的就是这周围 尼泊山 然后摩西就在这个地方离开 所以大部分 大体的这个 这个位置就在这儿 我们能够看到 以东在这儿 摩亚在这儿 然后亚门 基列 亚兰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圣经的一些地名 有了一个图的话 在我们的头脑中会有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概况 我们看下来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那第三部分就是历史 就是他们从河连山经过到加里斯巴尼亚 有十一天的路程 我们刚才看了 这时候摩西一下子又把他的事情 他这个故事就带到了之前 他们38年前的那些事 《生命纪》一章的第二节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就讲了说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他讲了13件事 都在以色列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 这些事情呢 有好也有不好 在这个地方提出历史的故事 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记取以前的经验 同时呢 对于好的发扬 对于不好的 不要再重复这个历史 所以历史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戒吧 上帝是历史的主 他推动和掌管着历史 通过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记取历史的教训 了解历史的诡计 同时我们明白上帝 对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 因为神通过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 上帝喜欢什么 上帝不喜欢什么 都是在圣经之中 跟我们启示出来的 这是保罗 他对历史的这样一个解释 你看他在 《哥尼多前书六章》 十二节之中 保罗说 这些事都是让我们间接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你看这一句他就整个带回了那个事件 什么事啊 金牛毒事件 我们也不要行奸饮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倒闭了两万三千人 什么事啊 巴里皮尔事件 是吧 他们和那个去敬拜 外邦人与那些当地的人行饮 说一天倒闭了两万三千 民宿记记得是两万四千 也许有的学者会对两万三 两万四在那里 会计较这个数字 可是当我们看看这个数字的后面 每一个字的后面 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它都有一个家庭 它都是有一些 他们曾经生活的轨迹 两万三千人倒闭在那里 是上帝的震怒 是因为他们拜偶像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就继续说 也不要试探主 试探呢 就被蛇所灭 铜蛇那个故事 都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上发生过的 所以保罗一说呢 以色列人他们马上就明白 就知道这些事 目的是什么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是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见解我们这末世的人 警戒我们末世的人 是一个历史 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戒 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那第四部分 他就是讲的这个律法 生命记的主要这个内容 第五节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 讲律法 所以这个生命记的 他讲的律法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绝对律法 第二是暗列律法 绝对律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 不可不可不可 两个正面的 其余的八个都是负面的 但是后面没有一个判列 这个判决 或者是后面没有根的那个结果 就是不可不可不可 但是暗列呢 确实后面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多少钱呢 或者你要做什么事啊 他就叫暗列律法 所以在生命记中 有这样的一些律法的解释 他从第五章一直到二六章 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框架之中 解释这个律法 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讲员 他把律法融在他的那个讲道之中 而整个讲道又在历史的架构里面 所以他在讲的时候 那些以色列人都会很认真地听 并且他们也能够记得住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生命记啊 他不是一个那个法典 他是对上帝的那个律法的一些解释 不是冷蒙蒙的一些条文 而是生活之中的应用 而对我们今天一些原则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应用的 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并不是过时 上帝的话永远不会过的 所以生命记强调是 恩典在律法之先 那恩典是上帝的赐福 而律法呢 是为了保障恩典的实施 所以这个恩典和律法的一个仗力 一直持续在这个生命记里面 我们谈恩典的时候 有许多律法的条文在那个地方 甚至是限制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律法的一些条文 我们觉得捆绑的时候 其实它是为了保障恩典的实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和大家这么大体的 就介绍一下 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 重新看一看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它在律法中所强调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 它并不是说是 对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个挟持 而律法的一个精意 是在我们进入到爱神的这样一个原则里面 这是一个总纲 也是一个大界明 就是《士马》第六章四到九节中 尽心尽心尽意爱神 所以律法的那个总纲和它的精意是爱 它并不是来挟持我们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大体地谈一下这个 得地为业这一部分 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呢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 小于我们 说你们在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要启行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就是亚拉班 山地 高原 南地 沿海一带 加拿人的地 定 黎巴嫩又到又法拉底河 基本上是整个上帝应许之地的那一个位置了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起事 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所以从这一段呢 就是又回到历史上 甚至是三十八九年前 这是上帝说 你在这山上不要再来 我行了 你们要启行 再开始离开 进入到旷野之中 和弟兄姐妹分享 自己的一个故事吧 或者是 一点经历 一点思考 和一个弟兄 关系非常好 我们常常在一块儿聊一些事 基本上是无话不谈吧 那么经过和他的一个谈话呢 我有一点点的思考 和弟兄姐妹分享 谈话的内容 还有谈话的这个 双方呢 我是经过一些编辑求神赦免 是为了让他能够更顺一些 这个弟兄呢 也是很爱主 其实 那么 和太太冷战 这一段时间 他跟我讲 他说 哎呀 我这段时间呢 心里很 就是 非常的低落 什么的也不想做 教会的服饰 我也不想参加了 我想从教会的服饰 推出来 小组也不带了 在外面装备也不去了 我想呢 能多点时间在家待着吧 这段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 阻挡很多 所以我觉得很消沉 当这个弟兄这么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当时的 第一个反应在我的里面 我就想 对 你应该停下来 在外面折腾什么呀 不能照管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家 你要做榜样 你要效法我如同 我效法基督 我那时候一大堆的经文 在我的里面就出来了 我当时并没有听他的 到底是在说话什么意思 我在那里 到处的找经文呢 在那里准备回复他 甚至是判断他 甚至是在他面前卖弄一下 我知道这几节经文 可是感谢主 我前段时间在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聆听的功课 聆听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需要勒住我们的舌头 聆听呢 还得需要一个 又有一种同理心的去聆听 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同理心呢 是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 进入到对方的这个境地之中 它的环境之中 我们会体谅他的 同情心是一种 对他状况的一种感觉 或者感情 比如说有人把腿摔断了 我们去探访他 同理心是 哎哟 你看你这个 没有工作了 你看你生活也不方便 你也许这个买东西 可能都不太方便 我周一周三 我来帮你处理一下家务什么的 一个进入到他那个境况之中 真实的帮助 真实的一种体谅 同情心不是了 也是去探访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是不是挺疼的 哎呀 没关系 过两天就会好的 坚持坚持吧 那个喝咖啡吗 给你买杯咖啡吧 同情心是一种站在外面 没有进到他的里面的这样一种 感觉吧 所以我当时呢 就勒住我的舌头 不再想了 我内心想的东西 我也没说出来 当我这样一种 摄身处地地去听他的事的时候 哎 他就继续讲啊 那我就继续地听 他说我知道我也不太好 从小呢 爸妈妈对我都挺好 哥哥姐姐对我也挺好 所以从小呢 就是接受的比较多 那么 不知道付出 但是爱给我没问题 但是我呢 却不知道如何付出 我里面很干呢 我里面 就是没有爱 说实话 所以进入到婚姻之中 常常会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我里面非常的缺少这种付出 因为爱是一种能力 我缺少这个能力啊 而这个时候 我才去摄身处地地去 听他在说什么 放下我自己的这些论断之后 我再去听他的时候 我就开始明白 这个弟兄确实在这种痛苦之中 挣扎很久 他知道自己的难处 他在这样的一个近况之中 他也自己反思自己的 于是我就继续听 他也继续说 他说哎呀 我自己在这个婚姻之中 其实也是很自以为是 我自己在婚姻之中也是 就是非常的主观 有时候常常去命令人家 命令别人来服从我 老是自以为义 自以为是 他最后他说 哎呀 有的时候婚姻呢 或者家庭是一个爱的地方 但是有的时候家庭 却是一个伤害人的地方 我们的谈话其实持续的很久 最后没有结果 不见得每个谈话都有结果的 那么 当时我就说 哎呀 感谢主 我没有在谈话的开始 我就和他 给他这么一个建议 也许我们的谈话 就会停在非常表面的 表情的这么一个层面 可是当我真实地去关心 他进到那一个聆听的层面 去听的时候 哎 他就会和我谈得很深呢 所以听 听人的话 听神的话 我就说 主啊 你要借着这件事 你要对我说什么 主也没有回答 我们分开之后 大家就 第二天的早晨 很清晰的 一段经文 就出现在我的心中 他说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销 你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亚哥起事 应许赐给他们 和他们后一为业之地 在约书亚纪里面也说 神同样应许 耶和华销 凡你们交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这段经文在我里面 这段经文在我里面非常的 凡你交掌所踏之地 我都已经赐给你们了 当时我说主啊 谢谢你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神赐给我们许多的交掌所踏之地 但我们已经让它成为我们永恒的产业了吗 上帝赐给我们的家 是我们的交掌所踏之地 上帝赐给我们生活中 生命中许多的关系 弟兄姐妹们 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之中 是神看为正的吗 我们已经将这一些 成为永恒的产业了吗 而更棒的产业 是上帝的应许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之中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 一个极大的应许 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而且这一段经文 就以赴所书这一段 三章到十四节 这段经文让我非常的感动 他说 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父神 他在基督耶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多么棒的应许 这是我们生命的基业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看到这个地方 说我们这些人 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 但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说 救赎神这一段 后面就是说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 神用助班的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子都是 天上地下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这都是我们的上帝 所应许我们的产业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几页 我们在主里面得了几页 或我们自己成为几页 这是那一位随即一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时候 现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又是一个 他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得着称赞 你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感谢主 直到神之民 备数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保罗的这么一段话给我们 真的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上帝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产业 而他自己也是我们的产业 他的目的是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我怎么看我就觉得 哇 感谢主啊 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应许 就是要让我们生命之中 这是我们所要去得的这一个基业 如何得 得其实一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 在原文的里面 他就是说 有赶出去 占有 甚至是一种暴力的介入 一种战争的行为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去 是面对的迦南人 而今天神给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的这个德 不是对外面 而是对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德呢 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它是神爱的这个表现呢 就是要我们去听从 所以德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是要我们人有一个主动的 第二个德呢 就是与上帝同工 是我们 神可以做任何的事 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 可是神说 你们要去得 这是一个命令 你们要 我们有要与神同工这么一个 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通过与神同工呢 可以信靠神 可以以此来经历神的同在 同时分享 神赐给我们的胜利 第三个德呢 就是体现了人的责任 这个德你要去的 你要有责任 你要付出行动的 所以我们常常一些想法 就是说 主啊 交给你了 你来改变我 主啊 交给你了 你去传福音 你带牧带我又来 这个不是依靠主 懒惰 是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仆人 主啊 你去做这个 你去做那个 不是的 神说你去得这块地 是将这个地摆在你的面前 而保罗说 我不是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啊 是或者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好多的得 但是这样的一个责任 但是保罗他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但愿我们也是有一个鼓励 得地为业 第一个呢 是需要在我们意志上的 有一个决定 是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心思里面 需要有一个决定的 一个决断的 因为 以色列人呢 他们对着那些 加拿地的人 要让他们赶出去 他们要占有这块地 而保罗说呢 他在这个 有一段经文中 他说 你们要将 制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是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 欲拜五相一样 所以这样一个意志的决定 是我们首先在里面 所要做出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有独立的位格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所造的 独立的位格 就包括着 他有独立的自由的意志 我们也有那个自由的意志 决定是从我们这面出来的 所以下定心智转向神 是决定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你要起行 我们要常常会看到 以前呢 就会有一句话说 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是保罗曾经讲的 保罗说 我们有的时候 注重的是后面那个 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却忘记了 那个励志行善 尽管励志行善由得我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不励志 我们面对的是百分之百的恶 如果我们励志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是面对的那百分之五十 做不出来的善 在这样的状态下 上帝的介入 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同工 所以立定心智是由我们自己的 自由意志所做出的 是需要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内心的决断 所以成圣是一生的功课 那么上帝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我们之后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会常常地遇到一些障碍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生命之中 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西施本王 和刚才的这个亚摩里王 他们阻挡着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嫉妒 骄傲 自以为是 自以为意 还是悲情下至 是在迷恋于网络游戏 网络色情 或者是一些被酒所困绑 或者是我们生活中有一些障碍 我们没有办法越过去 生活是一段不该有的感情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之中的一些障碍 所以神给以色列的命令 是让他们灭绝静静 让他们赶出去 而保罗说 致死这个肉体上的这一切 都是要让我们里面做一个决定 不是说是等着住 你来做 不是的 而是我们里面一个意志的决定 所以说 神说 你们在这山上的日子够了 要起行 是的 我们被最瑕疵的日子够了 被良心谴责的日子够了 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也够了 这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也够了 现在就做个决定 起行 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心智的决定 就从今天开始 所以我就回去找到那个弟兄 跟他讲 说弟兄 我们今天就做个决志 转向神 让我们家的关系 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正 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就需要一个决定 他不需要一大堆的圣经经文 他不需要一种对他的定罪 也不需要对他一个判断 他知道他的状态 可是他就一直下不了那个决心 去把自己那里面的那一点点的 那个小骄傲 或者自己那一点点的那种 面子他放不下 他没有办法下来 所以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真的是感谢主 不是那么的容易 我也知道他的难处 但是我却能够看着 一天比一天好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我们一起祷告 求神给我们一个力量 我们只求今天 比昨天好一点点 当我们一个月以后 我们再回来 回来数算神的恩典 看看神在我们生命中改变的 今天和一个月之前 有多少改变 哪怕一点点 我们就是感谢神 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 有的时候太多的一个列表在那儿 祷告一大堆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就 神还没来得及跟我们回复呢 我们已经跑了 所以祷告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得操练一个 就为了一件事祷告 个人的祷告 不是教会的祷告 所以祷告他之后 过一段时间 我们要回去 归荣耀给神 说主啊 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回应 尽管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个目标 但是我却在祷告这件事上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非常具体的一个操练 就是为着某一件事 去操练这样的祷告 第三个就是依靠主 就是我真是苦 就像保罗所说的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所以他说 立志行善由得他 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 感谢主 因着我们都是在主里 并且主有一个应许说 这一片地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你要进去得 这个得的过程 要依靠主 只有我们转向神的时候 我们才能依靠主 当我们背离神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的 所以有目的的操练呢 不仅仅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针对着某一件事情 去持续地祷告 同时呢 也操练从神而来 我们听神的话 当我试着去听神的话 我发现不容易 读完一段经之后 或者祷告完了之后 我说主啊你对我说 哪怕安静在主面前十几分钟 我就会发现我的思绪 一会儿跑到那儿了 一会儿跑到那儿了 哎呦工作 晚上做什么东西 做饭或者买什么东西 他老是跑你知道吧 那么我就逼着自己 我说我怎么能够把这个角度 聚焦在上帝的身上 然后开始操练这种 听神对我说话 感谢主 也现在正是我自己操练的 这样一个过程 和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些 不是说我做到了什么程度 而是说我是 逝者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是我自己所实践的 不是说做到某个程度 而是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一点点的得着 和弟兄姐妹分享 所以只要弃绝 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一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也是保罗所说的 我们的身体和外界的沟通 是通过我们的感官 比如说我们的触觉 听觉 视觉 我们是通过这些 和外界有一个沟通 而这样的一个沟通呢 是通过我们身体的成长 它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成熟起来 我们的灵也是需要这样一个锻炼的 属灵的肌肉如果不去 有目的地锻炼 我们会落入一种很空旷的 那种宗教的词句里面 主啊 我要变得像你 很好 真的很好 但是怎么变呢 具体的怎么去操作呢 怎么来去做呢 我们是操练温柔 操练那种在主里面的那种安静 我们还是操练那种 在里面的那种谦卑 每一个点都需要一步一步一步地去做 每一件事都需要一个一个具体地去对付 如果一慢慢地大 很高很大的说的话 不具体地 所以具体地有目的地操练 是我们的一个功课 对我自己是一个功课 目前来说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 操练听 聆听人的话 带着同理心去听 聆听神的话 在上帝的面前安静 好 最后就是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思考 你的生命中还有多少这种未得之地呢 所以让我们一起加入教会的守望祷告 求神复兴祂的教会 也显明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这种 那些未得之地 祷告其实是我们和上帝联系的一个通道 如果弟兄姐妹 不在这个教会的祷告之中参与 那么我们很难成为这样一个 灵力的沟通 我们不可能有着美好的团契 所以弟兄姐妹 你曾经为着祷告而祷告过吗 你曾经为着这个参加教会的 这样一个守望祷告 求神说 你给我时间 你给我机会 我可以排出一些杂事 我可以参加到教会的祷告 守望祷告之中的 如果教会的守望祷告 弟兄姐妹不参与 我们不可能在灵里有一份合一 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的守望祷告 弟兄姐妹不参与其中 我们不可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在我们里面 所以教会的祷告 守望祷告不仅仅是一些 带领的弟兄姐妹们 是每一位弟兄 也希望弟兄姐妹在祷告之中 为着祷告而祷告 为着一些具体的事项去操练 好 最后就是 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结束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就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面 这是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但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好 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结束 谢谢主 谢谢主 主 祢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 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之地 我们是何等样的人 你却说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 你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 让你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 你如此地看着我们 你如此地高抬我们 谢谢你把我们看得如此地尊贵 谢谢你 在你的眼中我们是那么地宝贵 求你祝福这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生命之中 许多的祝福 主 让我们能够脱去生命中许多的禅类 使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应许之地之中 让我们立下心志去得 你赐给我们的这应许之地 就是在基督里 主啊 谢谢你 求你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 寻求你面的人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复兴你的教会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感谢主 弟兄 用生命剂为类 回顾了这个生命剂当中 这个教导他的历史 包括他的现实意义 真的是让我们确实是看到了 今天就是说 摩西在他们就是以色列人 这是新的一代 旧的在旷野全史了 新的一代进入 允许自地之前 找耶和华吩咐他 要吩咐他民的话 去教导他们 目的让他们在灵里面有个预备 让他们看到老的一代 其实在旷野 仅仅是十一天的路程 他们走了四十年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因为他们出了哀戒 但是他们的心还在哀戒 没有归向神 没有照神的话去做 所以弟兄 接着这一个讲到 摩西 就是照着神给他的话 来吩咐 以色列的民 这实际上对我们现实 弟兄讲了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属行的 我们今天属作的 是不是像摩西 照神吩咐他的一样 今天话都在圣经里面 我们是不是照着圣经来做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今天真的讲到是 你们山上够了 你们要取得 维尼的质地 的地维尼 实际上今天对我们来说 弟兄也提到了 我们有很多的 为得质地 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 也是有为得质地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我们也有为得质地 我们与人的相处 也有为得质地 我们自己个人的性格 我们现在的性格 是否像基督的样式 这也是为得质地 问题就弟兄提得很好 就是说从四个方面 我们怎样的态度 来得质为你质地 这是很好的 意志上的决定 这是走出的第一步 这是我们需要的 不是我们听了以后就忘了 对不对 你首先 神给你的允许 给你的救恩 你首先要信 你要走出追捕 要去拿 正下神给了丰盛的宴会 给你 你要去吃 你不吃怎么得到呢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 要起心 你要立志行善 这是你所做的 其实我们不是守住带兔 神给了这么多运气 既然这样 我就什么都不要 敢等着神来运气 神反正不是这样的 我们听到要行道 要有行动 这是我们今天往往亏缺的 失去了这些维尼子弟 失去了神的运气 对吧 还有一个要依靠主 就强调的很好 我感觉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 我们有了这样 神给我们的允许 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也给了我们力量 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 为什么得不到这些维尼子弟 因为我们往往是 圣灵入门 但是靠入体之成全 没有照着神的心意 来使用神的大能 所以今天为什么一个 就是说 没有得胜的基督徒 和得胜的基督徒 为什么一个假基督徒 真是基督徒的一个区别 最后弟兄提到了一点 就是祷告的事情 要接着有没有 这样的操练祷告 今天我们对神的这个允许 神给我们的 要依靠神 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环境 这个条件 我们跟祂需要一个祷告 来到祂面前 跟祂倾吐 祈求 跟祂交通 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适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恩典子弟 改变我们现在的情况 所以很好感谢主的恩典 基督徒能这样一个生命纪 这么一个高盛道理 祂能够从历史整个的一个原则上面 总结成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做 怎样来吸收 把旧约的以色列民的一些境界 运营到我们当中 感谢主 好吧 接下来我们今天也感谢我们的弟兄 接下来我们今天欢迎新来的朋友 请你站起来 我们欢迎 一个是叫肖庆姿 这是今天 接下来个蒙刚弟兄 蒙刚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是李凯利 姓李的凯利 凯利有没有 在楼上 福音组 第二个是古笑语 那也是福音组吧 也是福音组好吧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通知 接下来 就是说那个范氏组 一点钟在图书馆开会 那么现在因为疫情恢复 范氏组就是需要供应范氏 但人手不供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 愿意参加范氏组服饰 也请你一点钟到图书馆去开会 他们有个安排 好吧 是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 有点祷告吧 主 我们是何等感恩 我们是一批蒙福的人 主 你不单这样的生养我们 而去帮你自己的话语 接受圣经 让我明白白白 清清楚楚的那个看到 而且接受圣灵的引领 让我们知道精益 来喂养我们生命的成长 曾相跟以往的旧约时代 和初期的时候没有圣经 他们得不到这些福分 但是我们今天人寿一切都能得到 所以真的让我们能够争献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福气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 你真的今天在我们的身上 也通过了圣经告诉我们 也就是讲台传扬的这些信息 把你自己的话语能传扬出来 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词意 和叫我们当怎样行 行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 真的看到我们今天将来真的是有天上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正在地上的时候 真的需要有一个心智 就是有个跟随你的心智 另一方面有心智 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需要破碎 这都是我们在你面前 是一个金钱的操练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望去背后努力面前 望着标杆石袍 得着从天上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奖赏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的条路 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而且是我们走得明白 而且将来的需要都走得很清楚 所以感谢主的恩典 愿我们能够争献我们现在的地位 造成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 感谢主 我们是何等不配 但是你给我们教会所预备的 是这样的丰富 不单你预备了我们属灵的粮食 而且把一些就时尚的灵魂 遭到我们教会让他们得救 你也给了我们天上的粮 让我们能够成为成圣的一个必须之品 同时你在肉体上 也我们预备了饮食 这样的丰富 就在弟兄姊妹的板上 所以感谢主的恩典 你激进这些食物 加以激进食给我们 让我们吃了以后 成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 感谢主 祷告奉主明求 阿们 感谢主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结束 如果有感动的话 请你是觉得 克林一下教会的地方 谢谢